好 继续来看到 凯米台风24号的晚间 是出现最大了14级的强震风 造成多处的招牌掉落 露宿 工地围里 以及阴架倒塌等等情况 那么市长魏佳燕 则是漏夜前往各处来看灾 并且也指示清洁队 工程队 以及农官客 相关的厂商 全力协助灾后的复原工作 凯米台风过境 华链市公所陆续接获灾情通报 市长魏佳燕除了在第一时间掌握消息 也在凌晨风雨稍有趋缓时 前往各处看灾 但由于树枝倒塌影响范围较大 也维护人员安全 决定25号上午 由清洁队出动吊车与抓斗车 来加速排除工作 我们目前也希望说 大家经过比较大棵的树的时候 请大家尽数的通行 因为其实昨天的风雨非常的大 那是不是有一些路速 有一些断肢的部分 可能还在上面 那我们会等我们道路处理完 我们会巡视所有的市区的一个路速 那请大家放心 华链市路速倒幅情况严重 不少树木遭连根拔起 大范围倒幅在道路上影响通行 中美路上的百年大龙速高达9米 宽超过3米 也在这一次的风雨中倒下 所幸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而卫家燕也提醒市民 面对天灾绝对不要掉以轻心 非必要请减少外出 也可以着手清理家中及周边环境 记者许提琴欢联系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